有人意在做我就繼續做下去 我能做到80歲我又會做 簽字沒有人排的 報紙都沒有的 報紙都電好了 那時候我感覺說 我們有歲數要維持看看 結果還滿可以維持的 新聞報那時候考試 招考減字人員 給你減兩百個字速度多久 我背了一萬多字在我頭上 再怎麼困難我都有辦法排 你信任就考上了 我那時候副能班 剪排部兩三百個 我說你們剪到重要文稿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 像有時候剪錯字 像一個蔡總統的 想看蔡殼壁這些 校隊也沒看出來 硬出去了 變蔡總統 被警備總書院調去問了 我那時候做了十個報紙 每天很忙 像我們我養四個孩子 外面有開工廠煎三個菜 萬華這邊 我知道就有十家自製廣 那個年代就不一樣 民國八十二年改電腦 像年代最早改電腦就是他 很多人都坐大樓管理員 那時候我想說 學電腦要一段時間 那個想一想說乾脆就吃 之前好了 現在就學一聲文竄了 他叫我拍 小時候我家是做硬板店 我覺得牽制應該是要拿來排版用的 所以我就做了一個 跟排版有關係的體驗盒 都會請教這些師傅 他們會去比較說 到底差多少 他比了之後他們會覺得說 其實密爾差很多 可以達到基本的教學的效果 我覺得這些師傅 除了對他的工作 這些工具有情感之外 他們基本上 到現在還在做這個工作 就是有榮譽感的 這個行業越來越少 現在想到又 哇 人家又來做些復古的 我想說將來博物館就做起來了 擺個排版位置 一台機器 一個打樣機 一個自駕 一個東西在那邊給大家看 這個活板才有辦法延續下去